香港传媒高层参访团 昨天顺利结束了对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考察 一连三日的行程 参访团成员纷纷表示收获满满 他们见到湾区顺满发展的新成就 感受到湾区蓬勃的发展活力 激发了促进两地传媒进一步合作 共同讲好香港故事、广东故事 大湾区故事的热情 大湾区高质量建设需要各方一起 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和推动 明报社评 一个美国电台节目主持近日爆料说 总统拜登有毁灭台湾计划 在台湾被炒得沸沸扬扬 虽然台湾官方和美国在台协会 都出面澄清说是不实资讯 又说台美关系坚弱盆石 但效果似乎不彰 相关话题反而愈炒愈热 美方连串言行 包括逼全球半导体晶片龙头企业 台积电到尾设厂 讨论大陆工台时 在台湾实行焦土政策 炸毁台积电工厂 都引发到内民众怀疑美国的疑美情绪 而毁台传言的热议 更加加剧了这种情绪 爆料风波闹到如此之大 与台湾社会的疑美论不断发烤不无关系 而美国近年来的诸多言行 确是在此自焦毁台嫌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